去年一部戴利仁导演的电影 《不能没有你》 赚了大家不少眼泪 影片当中抱着小孩 要跳天桥的爸爸母兄 是一个没有执照的潜水夫 因此被老板于取求 苛扣薪资 工作环境也没有保障 当他潜到海里面的时候 海水深深 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没有人知道 只有小女儿在岸边 望眼欲穿巴巴的手后 母兄 他认为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而且在台湾 真的社会上 有这么一群潜水夫 他们的生活不仅没有保障 每天在海里 还要拿生命做赌注 记者李杰林 张志龙 要带您看看 几乎被社会遗忘的潜水夫 靠天吃饭 吃饭了 最怕遇到了 很多的潜水员出事了以后 他没有办法得到领培 潜水员到达披口位置 潜水员自水面测试各法 下一个雇主不知道是谁 可能我要干到牙齿没了 我还在干 四面环海的台湾各种水下工程 都必须靠他们来完成 外界叫他们职业潜水夫 而他们戏称自己是海上游牧族 赌注糖 而他们药费 以后 往下游牧族 过半天的清晨 马车水瓶 是谁 是谁 有什么 这下游牧族 有什么 基隆兩百多公里的烏石港 工作也不是很多 這種的也是由一餐沒一餐的到處跑 只要水面以下的工作 幾乎都是我們要做 隨著車子的移動 車窗外的天色也從黑夜轉到白天 不到40歲的漁昌民 有將近20年的潛水資歷 有一大半時間都在水面下渡過 工作很雜啦 工作雜然後你就到處跑 全身到處跑 沒有一個定點的啦 隨著工作地點移動 環繞台灣大大小小的港口海灣工程 以及各種水底下的電線電纜工程 許多地方都有漁昌民工作的足跡 他說以前的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 他和夥伴們則隨著潮汐飄移 在水底下最怕遇到什麼事情 要看工作啦 水裡面有碰到就是 第一顆就是沒有空氣嘛 沒有氣可以吸啦 最怕就怕這個 其他人就是減壓病嘛 水裡面你要 切船的話就怕氣爆 你氣體沒有排光 它在裡面 因為你是用氧氣 那氣爆的話 那個就在裡面跟炸魚一樣 那你有 掉東西也是就是怕東西掉下來 或是被擠壓 就差不多這些 你有害怕過嗎 每一趟都會怕 那為什麼還繼續做呢 要習慣就好了 朦朧的天色 穿著稀薄的雲 為了等這樣的好天氣 這一天要進行的 烏施港城鄉檢查工程 已經延遲了一個月 而這也是職業潛水服工作 不穩定的最大原因 就要看你公司啊 你公司如果有辦法 拿到很多的工作 然後你每天都有 很多工作可以做的話 那可能你的薪水就不錯 那可是有些時候就要看天候 譬如說連續兩三個禮拜 都沒有好天氣可以工作的話 那你可能剩一個禮拜可以工作 所以你那個月 就有那個禮拜的薪水 所以這個靠天吃飯的沒辦法 畢竟我們從事這個行業 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說對這邊的這些好兄弟們 要表一下敬意 然後說我們後來 請多照顧一下這樣 這很難嗎 就當然了 當然了 好進車 進車 進車 人停人停 人停人停有沒有收到 我看著還蠻大的 如果是有需要通訊的工作的話 不能通訊就不工作了 除了把通訊建立好 在台灣有很多地方 尤其像西部海岸 我們曉得所有的工業 都在西部海岸 所以這個地方需要的 這個水下工程的這個 數量就會比較多 但是西部海岸的能見度真的是很糟糕 有的甚至於就是零 所以工程人員就是 在水底下操作的時候 完全就是蝦子摸象 那必須要非常有經驗 當然也有辦法 可以讓他們可以舒適一點 讓他們在水底下的狀況 可以讓岸上的人知道 譬如說要解除這種方式 讓他心裡面這種恐慌的話 就是強制規定有童話器材 現在我們的老五會規章裡面 還認可用繩具 就用繩子扯幾下是什麼意思 扯幾下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想想看 人在慌張的時候 他會記得扯幾下嗎 就用繩子扯幾下 好像流海 大概剩多少 100 100 85 沒有關係 不要怕 很怕 不要怕 要勇敢 在害怕與勇敢兩個名詞之間 工作隊也在水面與水底穿梭來回